非常高兴能够受邀在中华美食文化国际高峰论坛上和大家进行交流 这是一个我们两岸餐饮业交流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尤其是在目前这个阶段 我认为呢我们两岸用这样一个平台 大家呢共同的就餐饮行业的发展进行交流 是非常有必要的 近三年的疫情的冲击导致社会的经济的活跃度 以及失业率显著提高 而可支配消费者可支配收入的减少和消费能力的衰竭 将成为以后经济生活的常态 那么对餐饮企业的影响那么是巨大的 日本目前的状况还算趋稳 这两个月的数据来看 这种趋势是一直在向好 希望我们各位台湾同仁在疫情结束后 能来东京相聚交流 欢迎各位来我们这里品尝各种美食 è 我们看一下 我们 再见